环境随着震报是你自己引导那来的 那如果你有修行 你心改变了 相的行为改变了 那请问业会不会改变 就是一方面忏悔 一方面改变 但是各位要真的有决心 真的有决心 而不是说反正依然顾我 所以我师父常过说 刚来修行走路是这样子 一个月以后又看你走路的样子 再一个月以后再看你走路 你已经差不多快被开除了 因为你都没进步 所以我喜欢找这么严格的老师 盯着团团转 像我们要去见真华长老 就要穿各位这样 全部在楼下热的要命 全部搭一穿好走路姿势 因为真华长老跟你讲话 还没有讲话之前 先看你身的威仪 走路 拜 在旁边听他讲话 这样眼神一切清楚了 他才跟你讲话 不然他叫你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你自己去调整 调整到你的威仪够了 再来 老实说 英国皇帝要坐在上面的位置 要练习多久 因为你要成为人民的表范 尊敬的对象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千万不要抓一个点就算了 我很会念佛 我很会持咒 我很会念经 随便 其他我谁 那你不是菩萨 菩萨是方方面面 都圆满 念一下 具足威仪 除了持心 守持善业 我们要归一三宝 一子的三宝 来 守持戒律 身口意待人 捷悟 具足威仪 所以 董事长有董事长威仪 对不对 尹歌星有尹歌星的威仪 言什么向什么 做得尹歌星就不能放异 他们拿相片给我看 以前他做小姐隐心的时候 都苗条 再配一张相片 他现在五十岁了 水桶腰 然后我们就看 怎么会变这样 这么丑 以前这么美 所以因为他已经 我又不演戏了 对不对 你管我 但是这样不好看 问题又被拍照下来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像各位在这几天互相帮助一下 因为我 如果你在我旁边坐试着 你可能会过得很难过 但是各位是女众不行 男众也会跟我翻脸 你烦不烦 连睡觉你都要管 我们以前是这样的 真华长老 十二点来一次 一点又来一次 两点半又来一次 十公里不睡觉的 我看你们怎么睡 所以还要跟隔壁讲一下 我姿势坏了 赶快给我调一下 所以他时时刻刻看 你有没有 又写我 起床走了以后 床铺有没有叠得像豆干 他说你没有这个威仪 你读什么书都没用 读书是内在的 外在的行为 要助你 所以各位 我如果有相机 我会拍各位的扑克脸 有些人都不笑 皱眉毛 你说关精神病院 这边是佛堂 你关精神病院 有些人就负责 不出声音不创 有些人是看我 脸上一个问号 因为他没有在听我讲 师父我等一下找你 他只有一个个人的动机 所以这些各位 你真的要好好的请别人 左右的人观察你 坐有坐像 站有站像 走路有走路像 吃饭有吃饭像 做皇帝要不要帝王像 对啊 做菩萨更要有菩萨像 但是像有心生 所以菩萨要发菩提心 就有菩萨像 以这个菩提心 断恶修丧 那不一样 以菩提心来手包包在一起 以菩提心来放生 做焉供 所以发菩提心 生性因果 以菩提心种的因 就会得到菩提果 为了如此 读动读诵大乘 所以各位要看大乘经典 大乘经典教我们怎么成佛的 从因果 然后呢 讲到处理心 空性 大乘心 菩提心的运作 三昧 所以不但如此 劝进行者 那我们用深口意 用所有的福报 威仪 菩提心 来感化众生 劝不是嘴巴一直叫人学佛 我发觉现在有很多妈妈 每天都传简讯 师父你跟我念经 希望我小孩子赶快拜佛 赶快学佛 后来他儿子又传给我 我很讨厌我妈妈 这根本不像学佛 像罗刹一样 没事跟我爸爸吵架 没事拿个鞭子叫我吃素 他以为这样 是悲心啊 我爱你啊 这不是这个是一个主宰控制欲 令人厌烦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是一种 你有菩提像 这会感动众生 所以我们一直想要把佛像 做得最好 一直把堂卡画得最庄严 一个庄严的佛像 堂卡看了心里欢不欢喜 真想看 早也看 晚也看 天天看 就像我在家 我每一天没有看到地藏菩萨 我就受不了 所以我在我任何地方 都贴一张地藏菩萨 因为我越看越爱他 我终于爱上男人 因为爱上他的菩萨像 这个菩萨像 真庄严 真慈悲 所以由他的像 你会了解他的心态 读过地藏经 然后显现 看到他的像 那我们自己要成为学习的对象 我要把我的身口意 变成地藏菩萨 所以我发愿做地藏王菩萨的分身 要去做地藏王菩萨在做的事情 所以开始去跑监狱 人家说不入地狱 我不入监狱 事不成佛 守不了地狱 就下监狱 跑昏墓 去祝念 对不对 地藏王菩萨养狗 所以就流浪狗 所以要开始 你要去学习 我想归于佛 各位要以佛陀为生命的 圆满的学习的对象 深口意 这样是去除我最好的方法 一心念佛 不再凸显自己 分别自己 所以我想我们这几天 这么忙 就是希望五天把各位做成佛陀 好不好 不然不准回家 不然丢佛教的店 结果你五天前来带个两个英灵来 五天回去又带两个回去 什么都被带回去 就把业障带回家了 还带了我们的业障回去 所以因为你没有进步 烦烦恼恼 所以我想各位在 因为有些居士经常问我问题 有时候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从头到尾都问同一个问题 我感情怎么办 或者我钱怎么办 或我儿子怎么办 或我烦恼怎么办 那我们这些法师听了会很丧气 我们这么忙 讲了那么多 对牛弹琴 好像没什么用 所以当然我们不能退转 继续努力 但是只能说各位 真的要打开你的心 用你的 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佛怎么想 我就怎么想 用佛的心来听佛法 摧毁自己 颠覆自己 消灭自己 不要再有我的想法 这个花明明是空的 就是空的 就是幻化的 你相信 这样就好 因为现在这个末法 谁能够震入空性 谁也不敢说 雷杰他过去可能有修吧 但是到了末法 一样不容易看到空性 是什么样子 但是至少我相信 这个是空的 是幻化的 是假的 所以各位 儿子是真的还假的 那就随缘吧 你一直卡在那边 很难的 我也有儿子 而且我发觉 我爱儿子超过你 这是我非常好的觉悟 这么苦啊 这么苦 苦到心肝里面去 所以有个儿子以后 好像心里面插一只刀了 这样子 已经没有自己了 完全都是在感受他的苦 就怕他送一点点苦 他吃个冰淇淋快乐 我比他 我比中爱国奖军还快乐 我变成这样子了 所以 但是这个 这个也要放下 如果你没有放下 那放下当然是在挣扎了 所以 你不能说 你问我 师父 你会不会再爱你儿子 废话 当然爱 但是我要说 不会 我放下了 对 但是我内心里面 不能执着 回向 回向 而且 佛教里面 并不是说 想消灭他 观察他 我也爱儿子的方法 去爱所有众生 我也爱父母 的方法 去爱护所有老人 那 把他平等 我就没有烦恼 而不是把他 消灭掉 消灭掉 变成解脱道了 你这个人很酷了 那没意思了 所以 但是 因为 我的父母 我的儿子 我的家人 让我了解 怎么样去照顾 别人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 要把它扩大 扩大到平等 那平等不是放在心里 我发觉现在很多修行人 要注意 每天 参加法会 闭关 但他没有去爱别人 他没有那个行动 所以呢 他的感情 发挥 发挥不出 变成一种慈悲 压抑在心里面 所以 大乘佛教要学什么 爱 奉献 接受 但是爱不是让你去找恋爱 爱你过去不爱的 你这么会读金刚经 这么会读嫩眼睛 给你一点 不习惯了 你脸就变了 这样 你喝茶 怎么那么难喝 那你说你空性在哪里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天 你们这样讲 我还跟你们开玩笑 我以前不是这样修的 我以前是被打出来的 我那一位师父真的很凶的 他有一点他心通 他问你是圣体 三法印 你讲出来 只是你读书的 马上打下去 然后笑慧他在问我 我就不用那个讲 我用我的想法 对也打 错也打 为什么他要把你的这个 我分别打掉 你既然在讲空 现在砍你头 你都还在空 他是用这种方法 逼你讲空性 逼你体悟苦 叫你打坐 思维苦 你不掉眼泪 他叫你出去 你这个人不是人 体悟到这个苦 你还不会掉眼泪 叫你吃东西 我们拿东西吃 他看你脸 不会笑 你麻木不忍 这么好吃的 你脸不会笑 那不要喝好不好 那有些人就跑掉了 师父说 我又不会收你钱 后来他干脆把门锁起来 你们不准跑 你看这样是训练的 要不要下回我请他出来 好不好 好人家已经枉胜了 我来训练你们好了 但是你们会发疯的 我有得到真传了 那是各位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要修行不如此的话 真的不行 真的是言到你想要发飙 你喜欢东 还叫你喜欢西 不然你怎么破我指法指 师父我喜欢念佛 不能念佛 为什么不能念佛 执着就是错 念佛没有错 这是这样打出来的 所以老实说 我现在还没有什么这种 入室地址 很难的 因为我一这样子发飙 师父精神又有问题 因为我真的是很利 因为我是被利打出来的 从我爸爸到我师父 没有一个不利的 所以后来我就很喜欢 跟这些有他心痛的法师 在一起 那我就解决了 因为我不喜欢虚伪 所以知道我怎么想 直接打穿我 因为我要修行 我不喜欢讲假 我怎么办 感谢观看